不过还好 现在要上课了以后我们比较好 我们今天要来到的这个 申卦 申卦可以这样讲 申卦对一个人来讲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前面 大家还记得前卦讲到说 浅荣勿用 再过来是 现荣在田 这个现荣在田 从浅荣勿用到现荣在田 这里有一个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这个向上提升的关键 就在我们今天这堂课要来跟大家介绍 所以这就是申卦 那上个礼拜我们把那个闺魅卦 闺魅卦跟大家介绍完 但是闺魅卦是讲一个幸福家庭 其实 幸福家庭也等于是 尽得修业很重要的 就是 心只知道照端出什么 夫妇 所以我们的 这个申卦 也等于是 尽得修业上很重要的 这边还有一个位置 前面还有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卦象 这是上为地下为迅为风 所以叫做地风声 地风声 这个风在这个地之下 所以这个风自然而然就会往上吹 往上吹 这个就是声的那个卦象 就是说这个风从地下往上吹上来 因为风本来就往上的一个太深 所以如果它在下面它就会往上走 所以这个就是地风声卦 那个卦象 简单的 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吼 那这个声卦呢 从这个字啊 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的意思就是进声提声 但是我们要 进一步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 一个人 所谓的进声提声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不过只是年龄的增长 这个 四茫茫滑苍苍苍 牙齿动摇 这个叫做年龄的提升 年龄的提升 那当然也有 有人说 它是追求一种财富的提升 越来越有钱 其实财富呢 不叫提升 它叫累积 累积 那个是积 累积的积 那这里的提升呢 它是主要是指 一个人的在你的身份地位上 向上提升 然后还有尽德修业上 向上提升 所以这里特别 我们要知道一下 这个声它本身 有这样子的意义 那这一卦特别 跟我们提到说 应当遵行精子的正道 坚持柔顺 谦逊 诚信 然后得到阳刚尊者的正大力量 也就是历见大人 这个 得到大德者的提升 以求向上发展 那这个 向上提升 对每个人来讲 都非常重要 我们从浅荣物药 药到献荣在田 它就需要有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向上提升的力量 这个向上提升的力量呢 是来自以 外在来讲 就是要有人体 内在来讲 就是自己的尽德修业 这个 这里面呢 所含的一个 重要的道理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 我们 刚刚看到这个挂象 就是这样子 上为 上为 为地 为土 下为木 为风 那木在地之下 也等于是 风在地之下 一样的意思 那 一个种子 掉到泥土里面 它开始生长 这个就是木 木以土为生长 那这个 土木 土中之木 它逐渐逐渐的会向上成长 所以这个生呢 它有逐渐成长的意思 这个逐渐成长 意思是说不能够压苗助长 这个要慢慢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 就像爬 爬楼梯 一阶一阶的上去 这样一阶一阶的上去 那不可以用 用 用跳钥匙的 那 这种生长 它是 每天每天 你没有看到它长 不见即场 三日游所生 这个万物的生长 它基本上 它就有这样的特性 那所以 我们这里 这个生光 它就有这样的内涵 就是说它逐渐成长 所以我们 在尽得修业的时候 也类似这样子 就是说你没有看到它 在成长 但是它潜移默化 好 这个 从挂向上 信为渐入 逐渐进入 也就是说 它的 它的向上提升 它的过程是渐进式的 而不是跳亮式的 好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一挂在提到说 我们每个人 尽得修业的时候 就像我们到场 发心 一个人发心 开始在到场学习 这种不是三分钟热度 一下子好像 看起来不容易 非常有心 但一下就冷了 这个 这个 那个就不是 逐渐逐渐的在 向上提升的意思 所以在到场的学习 基本上就像 这一挂会告诉我们 它是慢慢 这样一步一步的 很踏实的 这样向上提升 而不是我突然很发心 然后呢 就非常的投入 但是遇到困难挫折 遇到考验 然后就 马上就改变 就放弃了 那样子的三分钟热度 并不是我们所讲的 这种向上提升的 那样子的一个 它所要谈的内涵 好 那 这个挂得来讲 这个 它基本上它是 刚提到 它是逐次上升 所以它的基本结构 它是 坤易为顺 因为它上面是土 是坤 那坤本身就是顺 所以这个要很 很通很顺利 这样子成长 那下挂为逊 逊意为逊 逊就这个同音字 这个逊呢 就是谦卑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 学习成长过程当中 应该要懂得 这个叫做 坚信的美德 所以外抱柔顺的态度 内有坚信的美德 这个是 今王能够向上提升 很重要的 就是晋升 那 我们 晋得修业 一个君子 晋得修业的学习 基本上 它也是要有这样的态度 外抱柔顺 内在 坚信 这样子呢 在学习的时候 尤其这个谦很重要 我们讲过 谦卑向上提升 这个谦受益 这样才能够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会帮助我们 向上能够顺利的成长 好 那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白羊 生寡 请大家把这些 先写在我们那个 卡片的后面 这个白羊 生挂最重要 有四个字 叫做刚中而硬 我们待会会解释这个 刚中而硬 刚中而硬呢 是这个挂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我们要学习向上提升 从浅荣雾用到这个飞龙 来到陷荣在庭 它基本上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学会刚中而硬 然后人行一身 要学习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 尽得修业的一种 学习的态度 所以 这两个合起来讲 就是经指要圣修以德 自成明理 然后要积少以高其大 本末不欲 就是 这种向上提升 这样不断不断的 日积业的 日积业的 每天都有进步这样的意思 每天每天有进步 但是不要跳钥匙的 这种成长 它是告诉我们说 每天每天你要有 就好像一日修来怎么样 一日修那样的意思 每天都有进步 但是不要求快 用跳钥匙的 那种都不是这一挂 要告诉我们的方式 所以 生挂呢 简单的讲就是 当我们处在浅荣物用的时候 就是要用生挂 这样子的学习 让我们逐渐的向上提升 然后有一天 我们能够现荣在天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 这边讲到说 金子要圣修以德 圣修以德 就是 我们在修这个 金子的内德 那个是要 自己本身 要懂得要求的事 要很谨慎 谨慎 叫做圣修以德 谨慎什么 谨言圣情 中意的言 讲个话 行 做个事 这上面去培养我们的德行 然后 到最后 能够自成明明 这个是 金子圣修以德 然后 积少以高其大 就是 这个是生 所谓的向上提升 其实是在累积自己的德行 它是 好像 你这样慢慢慢慢堆积堆积累积累积的德行 慢慢培养德行 那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德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 我不求回报 也没有任何目的 而我愿意去做 那这种做了之后 所得到的就是这个字 叫做德 那如果我做的事情 是我可以自己 有拿到回报的 比如说 工作就有薪水 那个是德 那是另外一个德 所得罪的德 所以这个德呢 就是 我们 在道场中 比较有机会 来学习付出 要不然 就要在社会上当志工 我们可以是这样 就是那种付出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那可以培养德行 所以修道呢 培养一个人的德行 他是需要有一个道场 比较好做 大家听过那个 长龙 长龙海印 长龙呢 那个董事长 张龙花本身也是道清 他还清可 以前后学的 的阿恩 大恩 就是大伯的太太 我们都叫他阿恩 他是长龙那边 去那边接近的 等于说他的 求到的音业 然后他去那边接近 那有一次他就跟后学讲 他说 在那个民前东路那边 不是有一栋绿色的那个 那个总部 一个顶楼 说是一个佛 然后他们去的时候 后来他们才知道 那在前面 帮他们打毛巾的 都是那些 大老板的老板娘 那其实这些 大老板的老板娘 平时在家里根本 有很多庸人 他根本做不到这个事情 但是他就是来佛堂 才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来佛堂 做这种事 所以他们一讲说 这就是大老板娘 来给你打毛巾 大家都在笑 其实他们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家里没机会这样做 就是你可以付出 有机会付出 这个德性的培养 他是 他不是用嘴巴讲 他是要有实际行动 在大厂当中就是 你有机会去服务 去付出 其实当个办事人员 最简单的 即使厨房 很辛苦的工作 这些我们都 都是只有付出 而不求回报的 所以那个才是真正 叫做德 所以经止胜修以德 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浅荣勿用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做这样子 非常谨慎我们的言行 谨言胜行 胜修以德 好 所以这个白羊的身卦 他在闺媚卦之后 他是 我们上次讲这个闺媚 是讲经止之道 赵官夫妇 那等于说我们成家人 一个人成家人 成家 他的家庭生活当中 应该要彼此提升 我想这个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但是现在很缺少 很缺乏 我们现在的家庭 大家结婚 其实 对前道来讲 可能自己 自己家里多了一个 帮忙洗衣烧饭带还是的 然后呢 先生还是照 一样上班 满自己的事 所以在外面 还出了一些状况 对不对 那其实 对于一个太太来讲 她的改变是很大的 她从 原来的家 到来到这边 变成 难听一点 就说黄脸婆一样 每天 最后被叫老婆这样 她做很多的家事 带孩子 什么串 什么之类 其实 这样一个家的组成 到最后 如果这个家 现在理分率又这么高 这个家感觉 好像要经营得很好 这样子的付出 要到经营很好 白头偕老的意思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 就算白头偕老 到最后 只是传宗接代 就是生而易 可是 一个家的成立 其实我们从归灭卦 可以了解 一个家的成立 它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道理在里面 就是说 要能够彼此提升 这个是 比较难的 我是觉得 将来应该是 一个幸福家庭 人间净土 那每个家都是很幸福 为什么 因为 大家结婚 是为了彼此提升 一方面 家里的提升 经济方面也要提升 另外就是 生而易 人 人变多 也是提升 那当然最重要还有就是 自己的尽德修业 接着 结婚之后 两个人一起提升 所以 这里就包括 个人心性的涵养 圣修以德 所以 家庭经济的提升也是 它是不断累积以高其大 所以这个阶段 好比在 潜挂的潜荣 我们前面讲 那要怎么晋升到 线龙在田 那这个就是 我们这一块要讲这个生 就是 叫做 人行义生 人行义生 这个名词非常好 这个用得非常好 我们待会会解释 那 同时呢 也是 历见大人 所以他要等待贵人 所以一个人 一定要有感恩的心 而且要尊师重道 要感谢贵人 就说感谢钱 钱没意思吗 因为我们在道 能够有所提升 如果只有靠自己 你再怎么努力 没有人提拔 有可能吗 很难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的努力 当然也要有 一个道场 然后一个道场 最重要就是 我们的努力 能够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的过程 除了自己努力之外 还要有贵人 也是大德者 也是我们的前线 所以要等待贵人的相助 那一旦有大德者提拔 就能够提升 晋升 去发挥 所以这一卦一开头 就讲言亨 用见大人 用见大人 意思是说 我们的健用 是因为有贵人相助 把我们提上来 所以 向上提升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人 包括自己 还有 可能你上面的主管 所以如果我们去 一个宜家公司上班 刚开始进去 可能是基层 那有一天 你已经到了一个领导阶层 你回顾一下 你这一段过程 很可能都是 不断被提拔上来 当然你说 如果我是公家 当然我用考的 考的可以晋升 这个是一种制度 当然没有错 但是毕竟有很多 团体机构 私人的团体 那种 像道场 这个都需要 叫做用见大人 所以 修办道不能离开 佛堂 前嫌跟禁定 原因就在这里 一定会有前嫌 所以要 尊师重道 要乘上其下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没做好 就缺少了这个部分 叫做用见大人 你在怎么努力 在怎么样子 如果没有前嫌提拔 也很难 突然间自己 说 欺禀了什么天子 没有 不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 一定要有前嫌向上的提升 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来 请大家 我们把读本拿出来 标点 标一下 或许念一下 初六 刚中而印 人行 一生 磨形之 从得意大 可应灵 九二 积少以高其大 自成 灵力以积道 信以通其真而正 九三 金子 盛修以德 本末不宜 以道行 立修得高 自真情 这前面三句都是中间段 就是七个字 七个字 七个字 其实它这个整个都是七个字 七个字 后学看来都一样 所以六四 人贤机制 道充而用 且不以 行胜 修以赴本真 六 智者以摩 从意理民者 为贤 金子 过少行中用 上六 达理民意 诚信 达以 自然用 人均 得机 柔刚业 这里 这几个 重点的字 重点的词 后学把它标出来 刚中而印 人行义生 就是我们这一句 最重要的 这个挂了 最重要的 就是八个字 然后呢 一个自成的人 他可以明 所有的天地间的道理 所以自 承则明义 自成可以通神 也就是自成明义 然后还有这个道充而用 老子讲道充而用 道充是讲什么 讲那个 水 的七项 德性 就是道充而用 所以 这里 他告诉我们 向上提升的 一些很重要的内涵 在这里面 我们慢慢来跟大家来谈 好 请大家现在把挂词念一下 挂词 对 来 把挂词共诵一下 然后再把挂词 实生 原本 有见法人 无序 满正吉 万业 若以实生 寻而顺 当众而应 实以罢恨 有见法人 无序 有情也 满正吉 自行也 相约 宁宗圣母 神君子已顺德 吉小已高大 好 请到这里 所以 这个 他的挂词 挂词第一行 生言恒用见大人 戊戏难争及 这是他的挂词 下面团约跟下面都在起始 所以我们来看看挂词 告诉我们什么 那 生 生 物名 私义 他这个字就是 向上提升 但是向上提升 他呢 有很重要的内涵 叫做 第一个要用见大人 也就是说 你要向上提升 这个大得者不能用 而且要得到见用 见用就是说 我这下面这么多人 那我 为什么会独独提拔他 这个就是见用 那他能够被提拔 他一定有很多原因 当然如果说 大家会讲说 社会上有很多这种 人被提升 甚至因为他的后台 或是他的因言 家庭因素 家庭成言 有的没有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边 暂时不考虑这些的情况 就是说 假如 像我们到场 就不会考虑这些 我是完全看贤德之人 好 贤德之人要向上提升 自己的努力当然很重要 但是 这个大得者的提拔也很重要 就是用见大人 用见大人 那 再来物系 物系就是无需忧力 无需忧力就是 告诉我们说 你自己本身的条件如果够了 那大得者有一天一定会来 叫做用见大人 就是见用 你不用太过于忧虑 忧虑就是怕自己没机会 这样子 然后南真吉 向着光明的南方近身 必获吉祥 这个有时候 易经本身会有方位的问题 他讲方位 讲颜色 甚至也有这个石 石跟味 他都说向着光明的南方近身 你的提升方向可能在向南 这个方向 所以 有人用易经来看风水 你要向上提升 可以 把你的书桌 办公桌 转个方向向南 就好了 可是 难道每个人向南都会提升吗 这是一个问题 好 因为我们这个部分 是传统易经讲的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传统易经有这一段 就是说 方位调一下 就可以向上提升 就是这样子 好 这个用见大人跟前面的利见大人 他是不大一样 利见大人是有利于出现的机会 就是有利于得到大得者的帮助 但是用见大人呢 用见大人这个用 用就是 见用 就是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有一些机会 得到大得者的协助 这个向上提升的机会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 所以 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要 人生的奋斗过程当中 你要向上提升 除了自己的努力 人员关系也要好 包括 你要得到上面的信任 因为也需要大得者的提拨 你看啊 现在你说 好 我们讲政府的官员就好 这个行政院一旦组成 还要挑很多各部会的格言 谁在挑啊 自己搞去吗 我就不是 是有人提 那个头头院长 或者是副院长 他们来提 这样子叫做用见大人 就是有人帮你提拔上来 那今天在道场 要领最高丁止的天命 其实呢 他还有保命的人 保命就是提拔你 还要保健你 保健就是 他提拔你之后 还要保 当你的保人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求道要不要赢保师 要 这也是 为什么 其实当赢保师就有点说 这个人 在苦海的众生很多 那我们要把他拉上这个 这个法床 对 这个向上提升 这也要有人去保取他 这是个用见大人 就是一个大德者 他扮演这样的角色 帮我们提上 所以要感谢他 所以要感谢阴保师 感谢我们的前线 有一天 我们要感谢我们公师 给你机会向上提升 就是这样 好 再来 团耶柔以时生 信而顺 刚中而应 是一大文 你看 刚中而应 这个就是我们 整个白洋义经最重要的四个字 在这里 传统义经就有讲 只是 传统义经并没有把这个 刚中而应 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刚好是九五阳刚 跟六二阴柔相应 就是刚中而应 那九五至尊 所以九五如果是 第五窑如果是阳 在这一卦里面就是为主 因为九五至尊 然后他如果能够跟六二相应 好 这个所谓的相应 我们回头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来这个 这里 有六个窑 那在义经里头 所谓的应 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叫做粗六 然后他是跟 这一个 那两个都是因 就有没有相应 就没有 那这个是九二 他就跟这个 六 所以他这两个 就相应 然后 这个九三 跟这个 上六 那阴一阳就相应 就相应 好 那我们刚刚那个问题来看一下 好 昆地为顺 信为目为谦 谦顺 而顺从 是近身的要见流 六二 应该是九二 九二跟六 这打错了 才会觉得有点奇怪 好 这个要改一下 这个 待会再改 应该是九二 九二跟六 就是 刚中而应 刚中而应 好 是以大亨 大亨 这个亨就是很亨通 就是提升很顺利 然后大亨就是非常顺利 好 因为他 九二跟六有相应 好 所以这边特别讲 用见大人 戊戌 有庆言 因为你有一个 可以依靠的 潜显大德 在体系 如果你跟 比如说你在学校 你跟对的一个老师 你写论文 将来毕业之后 他还帮你提升提拔 帮你介绍 到一个学校 其实很教 所以跟对老师人 就会以帆复顺 不然 现在 比如说 这个 在社会上也一样 做任何工作 有些人 就是很努力在做 很努力在做 但是好像都 一直没有 升迁的机会 很可能 我们如果从这个 易经的道理来看 他可能 切了某一部分 也许他切了一个什么 可以提拔他的什么 贵人 那当然也有人 在道场 很努力 但是呢 他就是 还是在一个位置 他可能也是缺这样子 但也有人 这个 他 在人生的努力过程当中 他自己 因为自己努力不够 就算 他有一个 很好的 前前大德 可以提升他 但是自己的条件不够 这个前前大德 会提升吗 可能也不会 所以这个两个要配合 叫做相应 就两者 刚中相应 他就有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说 你也要配合得来 比如说 我们希望人家提拔我们 但我们自己的条件 努力 我不够 人家怎么提拔 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相应 刚中相应 就是 他就有这个含义在 就自己本身的努力也要 那当然 也要有一个 利见大人 用见大人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向上提升 好 所以 从挂象来看 地中生木 这个 所有的 花草树木 它的情况是这样子 不见其长 但日游所生 那大家有这句话的意思吗 其实 你一段时间没看他 哇哟 我长得很高了 要开花了 可是你每天每天看他 你觉得他好像没有变 然后叫做不见其长 但日游所生 所以 我们人尽得修业 也要这样子 每天都要有进步的意思 那不要求 突然跳跃式的 跳跃式的成长 那个叫做爆花腹 其实 突然间 一下子变得 那个都都有个问题 那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 慢慢慢慢 很脚踏实地这样 一步一步成长 在道场也一样 我们进德修业更是要这样子 很踏实 一步一步成长 而不要去追求那种 跳跃式的 很快的 我一定要比你们更早 怎样怎样 我要用更短的时间 达到什么什么 你不断的努力 当然可以激励自己 可是呢 正常的情况 这样子所造就出来 都不是最踏实 最理想 它是这样子 逐步逐步 就像那个树木在生长一样 叫做基小 以高大 慢慢慢慢累积 所以我们进德修业 也是要这样子 培德也是这样子 它是慢慢慢慢不断去累积的 好 来 我们把这个白羊身挂 这一个念一下 有德君子 当宗而义 积少以高其大 君子深受以德 人贤居知 事者以谋 达以明弊 好 刚宗而义摆在最前面 就是那个 那个 出六眼 就告诉我们 要向上帝生意要有两个条件 要相应 两个条件要相应 第一个当然是本身 要不断不断的积少 高其大 这就是我们在浅容 勿用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子 不断的累积自己 培养自己的能力 第二呢 这个叫做圣修吉德 这是属于金子要做的 第二呢 要有一个大德者 人贤积之 你要在这里 在这个所谓的有钱德之人 你跟对了一个好的老师 老师会提拔你 那你在一个道场 这个钱贤很慈悲 跟对了这个钱贤 应该不是用跟对 应该说 你的阴言 你这一条金线就在这样子 那你就好好的 在这里努力 然后成上许下做好 每个人的金线系统 各有阴言 是不是 那你的半道就是这个环境 然后你的钱贤 就是你最重要的 叫做人权积之 所以我们要当一个有智慧的人 能够达理能够民意 这都需要 自己本身要懂得 叫做刚中而言 刚中而言 好 我们来 把初六念一下 初六 隐身八七 三个月 隐身八七 上和四也 好 这里的隐身 隐身就是被允许向上提升 被谁允许 就是那个 你的上面的那个贵人 那个大德者 那这个部分是超之一任 主观超之一己 但是要向上提升 是要刚中而言 就说你除了自己本身之外 你还要有一个上面的前线 一个大德者 这两个相应 而且他隐身 隐身 隐身的意思就在这里 那如果我们细细细推交 要得到前线的隐身 这又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对不对 那这么多人 那为什么只允许这一个 只允许他 没有允许我 这个隐 他就有含有很多的 我们自己本身 禁止要色修其德的内涵在里面 因为这个隐 是要得到信任的意思 比如说 你的前线 为什么会提拔你 你的老板为什么会提拔你 让你从一个基层 变成一个主观 他就是因为他允许 允许什么 提拔你 为什么会提拔你 他信任 这个人可用 这个隐 他就包括有一种 自己本身 因为圣修其德 而得到上面的信任 他觉得这个人可用 而且可造就 这个隐 隐身 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因为圣修其德 叫做诚信 而被引起向上提升的时候 这个是大吉的事情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 从浅荣物用到现荣在田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得到上面 大德者的允许 就是贵人的相助 要不然我们只能说 在这个浅荣物用这段 还是要继续继续的 不断圣修其德 就是这样子 就是 不断培养自己 如果还没得到上面的允许 你也不能够去强求 因为这个 这里 这个隐的决定前在谁 不在急 在前期 在你的老板 你的上司 所以这个隐 它是 我们人要向上提升最重要的关键 那个关键在这里 这个云 就是上面要引起云 才有报告 好 这个 它是初六 初六是阴遥 阴遥记忆卑位 向上无印 仅靠本身力量 乌化上身 所以 它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 大得者把它提升上来 所以上有九二九三 两个阳遥 然后 这样才有办法说 以诚信柔损来起得信赖今生 好 这是挂像上来看 它就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因为初六遥 只靠自己 绝对不够的 就像 一个人如果在浅荣物用阶段 我们上次讲到浅荣物用 大家应该还记得 对不对 那 只是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浅荣物用到现荣在田 它是怎么出来 是自己 只靠自己的努力就够 而且不够 它是需要有一个这个 就像这里讲的 云 云生 它还需要有人能提上来 提拔 这个提拔 那在道行当中也是这样子 我们从 最基本的天职开始 从一个办事言 一个讲言 一个谈主 一个讲师 这个每个阶段都是 通过这两个字 叫做什么 隐身 那这个隐身 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就是说 我们自己本身 也要得到前贤的允许 那为什么要允许 因为我们本身 圣修期的 我们的条件培养 培养到一个阶段 前贤真的 OK可以 他就把你提到讲师 而 再来 有一天 他认为你的条件可以 再把你提到点传师 再把你提到往上 这个都是 就是经过一个隐身的一个过程 所以隐身大吉 善何至也 所以这里 这个善制很重要 就是得到上位者的信赖 所以讲到这里 所以如果我们在道场当中 修办道 很久了 几十年 这可能自己都 还要算一下 但是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好像 一直停留在一个位置 好像没有 就这样子了 是不是到点了 其实 每个人 都应该时时刻刻进步 叫做向上提升 那我们可能处在这个位置 这里有很多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可能缺少一个 不断不断的叫做隐身 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就是你要得到 得到上面的提拔 这样才有办法 这个向上 不断的向上提升 这是很重要的 得到上位者的信赖 然后这样子 你的近身 就可以获得大吉 获得大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白羊生卦 你看 这个 整个近身最重要的 两个字叫做隐身 隐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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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隐呢 是要 这个四个字叫做 刚中小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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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到底我跟这个老板 相不相应 如果相应 他有一些就会提到我 这样子 了解意思吗 我在道场 我跟这个前贤相不相应 跟这个大得者相不相应 可是相不相应的责任 是在单方面还是双方面 双方面 两者都很重要 所以 有的人 他在道场只管自己修 他也不管前贤 也不管别人 然后就自己能力 可是这样子很难走得长久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跟人家相应 也没有跟上面的人相应 这个应呢 当我们到一个位 夜到一个位置 夜要跟上面相应 这个 刚中相应 这很重要 所以 尽得修业的初期 应以仁义为本 以德性来感召 以义为主责 得义来相应 这个刚呢 就是包括这两个字 叫做得义 所以说 人行义生 一方面呢 我们那一份真诚 流露出来 叫做人 这个人 人行义生 这个 义 我们上次讲过 义就是我们 做任何事情 我们会先想别人 叫做利益众生 利益人 都会想 有没有对被人帮助 这样子 而不是只想自己 这个是个义 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 我才做 对别人没帮助 只对自己有帮助 不会不做 这样子叫做义 那可以得到很多的人性 所以 刚中而应 六个字 这个 请你把它写在你的 课本上 这个 是后学 从整个白羊义经里头 体会到的 那这个 刚中而应 是要做 这六个字 一 内 要修仁德 外 要行义 好 内 要把仁德修好 仁德很简单 就是 人就是对别人好 关怀别人 付出慈悲付出爱 就这样就是人 那 德是 我做 对别人好 对别人有益的事 但我不求回报 也没有目的 也没有所求 那我还愿意做 而且 我真的去做了 做了之后 你就得到这个字 叫做德 所以 仁德呢 这是我们 一个人 在浅荣物用的时候 要修自己的内德 就是要把 内仁德要修好 就好像 如果今天 一个新道卿 进入道场 叫做浅荣 浅荣有无限的可能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时候他要懂得 甚修以德 就是要修这个内德 就是人的 内仁德 然后呢 行之以外的行为 所做的事情 要以义 为行 就是我们 金子义以什么 义 小人 义 那是我们上次 跟大家讲过 这个义字就是说 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一定先想 对别人有帮助的 我 我 用先去做 这样子 那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 千百一遍 最好是 对自己 对人都有帮助 当然OK 可是如果说 这件事情 只是对别人有帮助 而我愿意去做 而且是一件好事 那当然就是义行 就是外义行 简单的讲 把这六个字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 今天我如果是一个心道卿 我是一个犬 那我来到道场 我就先不要选择那个工作 能够做的我就做 这样了解吗 今天 刚好 比较早来 我就去厨房帮忙一下 看看厨房在哪 我比较早来 我赶快搬桌子 搬椅子 这样子 然后来也帮忙打个打毛巾 这样子 因为我是一个心道卿 只要对别人有帮助 事我都做 能够服务的 都做 尽量的做 这样子就是了 然后呢 尽量的学 今天有什么课 有什么课 我就去 有时间OK 我就去学 多学多做 多谦卑 多学习 这个就是 一个浅荣 他在修他的内德 就是内人等的时候 他就是要这样子 然后 他在修他的内德 其实就是多做一些 刚讲的那些可以做的事情 就我来了 我就多帮忙 这个什么那个 都可以啊 即使端开水 打毛巾都OK啊 異形 好 那这个是 刚中而硬 在一个浅荣物用阶段的人 他最重要就是要这样子 就好像我们 今天如果到一个公司去上班 我是一个心境同学 我记得不要摆 就很酷的样子 都不理别人 我应该怎么样 主动去跟人家打招呼啊 去跟人家慢慢慢慢熟 我就跟人家请教啊 然后 这个公司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我就尽量去干嘛 尽量去服务啊 这样子 这是资深的员工在这里 我就帮他服务一下 今天呢要拿便当 我顺便帮你拿好不好 这样主动一点 多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 这是一个心境的同仁 要得到人家认可 将来提拔 叫做隐身 很重要 自己本身要多做这样子 叫做刚中而硬 尽量去跟人家相应 相应的意思 当然是好的 而不是说 每次都跟人家相吵架 不是相应 相应就是我跟你能够 能够 两个人合得来 跟上司也合得来 跟同事也合得来 大家都合得来 相应 重要 好 那 我们稍微 这边 我们把它综合一下 出六窑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晋升成就是每个人奋斗的目标 即使我们来道场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进步 我们的得业 我们的道行 我们的各方面的晋得修业成长 一样 那出六的 他是基本 讲的是晋升的基本原则在呈现 而非找关系走后门 那是说你要靠自己的努力 但是你要跟上面相应 靠的是这个 而不是走后门 现在都是用这种方式 想办法去跟上面相应 所以现在政府民意禁止 什么红包这些什么都不能拿 送你 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后门就要把你关掉 对不对 所以你要靠什么 要靠你自己 要得到上面的认可 出六窑跟六四窑同为阴窑 所以不相应 所以必须藉由自己诚信柔顺的德政 才能得到九二九三阳窑的协助 就是说上面有一个前嫌来提拔 如此才有顺利晋升的机会 好 那白羊一经就补充了 刚中而应的原则 当一个人从浅荣勿用 要晋升到陷荣在田 除了要有大德者的协助提拔 当然自己也要有内刚外容 很重要 刚中而应 刚中而应指的是什么 内刚就是内要有人德 外容外要有异形 然后以此作为行事待人的准则 就有机会被大德者提升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起来 的 这样 我 觉得